今天是2020年5月2日考素科DSEPAPER1第17题 今早考,下午我们就拍个题解出来 第17题,座标,GX是一堆东西,K是real constant A part是找Vertex,跟去年那题的考法都差不多 又是用CompletingSquare method,ExpressVertex in terms of K 今年这堆东西就短很多,去年那堆东西长很多 我们就可以用CompletingSquare method,GX 我们留意到,前面2AB的Term,-2K 我们需要加个K2的Term 就可以继续成一个PerfectSquare 因为原本这条式,A2-2AB加B2 等于A-B bracket的Square 但这里就不能这么办法 加一个K2,我们一定要选一个相同的Term 去平衡那件事,有借有滑 然后上边调抄,加2K2加4 前面的三个Term就能够group成一个PerfectSquare 这个就等于B bracket X-K的Square 右边-K2加2K2,这个是正K2 多谢网友纽正了我这里有个Mistake之前 所以当X是K的时候,GX就会去到最小值 为什么呢?因为GX是一个Power线 基本上X2的Reficient是正数 Open upwards 如果X是K,前面这个Square肯定是正数的 就变成0了,所以得出来这个是最小值 即是Vortex,亦都是Y座标 所以Vortex就是等于K,剩下就是K2加4 C2加4